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 不希望继续与美国争拗 日本首相安倍杖三强调 日美两国是不可动摇的同盟国 日本首相安倍杖三和特朗普通电话 同意下个星期在秘鲁举行 马太经级组织峰会之前 到纽约和特朗普举行首次会谈 安倍说日美两国是不可动摇的同盟国 强调牢固的日美同盟 是支撑亚太区和平稳定 不可划缺架因素 特朗普赞扬安倍的经济政策 又说希望能够强化两国伙伴关系 特朗普也和韩国总统朴锦卫通电话 承诺美国将会为保卫韩国安全 维持兼顾有力的防卫状态 特朗普选前曾经扬言 上台之后会要求墨西哥出支 在接让两国边界兴建围场 导致非法移民 他和墨西哥总统聂托通电话之后 聂托说两人同意会举行会面 商讨两国关系方向 墨西哥外长马姐乌就强调 墨西哥不会出支兴建围场 又说自8月起 已经和特朗普竞选阵营 保持沟通 至于近期和美国关系转差的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德说 不希望继续和美国争论 希望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改善和美国的关系 不过去年和美国关系破冰架古花 就在特朗普当选之后 宣布将会进行军事研修 目的是应付敌人行动 不过古花当局武将军演 和特朗普当选斜上关系 特朗普早前曾经说 除非古巴在政治上 实行更多自由 否则会推翻奥巴马的古巴政策 欧广司机写 陈利庭报道